这些人里谁看起来像是最早 退出透露出考虑的 三二一 这也太没有权念了 我透露出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呦该淘汰了 哈哈哈哈 你没有资格 哎 你不能太飘 淘汰王已经没有存在稿了 存在旁边已经感觉不到了 我想问 我什么时候能结婚 我允许你翻三次 翻到满意的答案 我还会有婚姻吗 保密 哈哈哈 我害怕了 哈哈哈哈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小会 哎呀一场非常 呵呵呵 跌宕起伏猜不到结局的 比赛刚刚结束 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怎么想 让我们 欢迎刚刚比完赛的脱口秀演员们 like this 来来来别紧张 但总提了一个武侠式入场 来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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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选手来到通学小会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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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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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咱们要聊聊刚才的主线吧 我说要聊 肯定要聊聊 要聊聊 有淘汰的吗 这里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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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板哎呀 我自己你坐在我旁边都反映不过 感觉 我们在观察间都疯了 所有人都站起来 淘汰完已经没有存在感 哈哈 后面已经感觉不到 没有啊 没有没反映过 你是被淘汰的 你没预测过 我 我是感觉我 我 大概率会被淘汰 他俩估计 也预测过 哈哈 他俩也预测过你会淘汰 他俩也预测过我被淘汰 但是 我预测的话 有可能是忽然晋级 我带定广智淘汰 我带定他晋级 广智淘汰 可怜的广智 他俩想赢我 也 也不是那么容易 他俩也有几率 就是被我干掉 但是你打了三个人的脸是吧 你打自己脸 心虚吗 有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是占了一个 开场的优势 开场还有优势吗 哈哈哈哈 你少来 你敢拉了 不是 过分 哎 过分 就是因为第一个 可能大家对他俩期待太高了 到后面 就是越后面大家期待越高 确实 确实 会顶到非常高 他们问题确实是 他们起点已经变得很高了 就是你现场冷场 其实 哎 因为大家平时演十场 总有 总有个三四场 总有那么几场 你不管是谁演 总有那么几场垮的 但是 节目的机会是很集中的 但我已经赚了 我就够了 我已经三期了 所以 我这话都 都给你导演说过 有症 有症 不是说我在台上 虾虾谦虚的 没有 当时就说 而且周秦墨其实已经 为下一次的 过去大会做 不是 没有 下一句了 是下一个 就是如果他带定 他不要讲吗 他带定的那套段子 都已经练了 试过了 带定那套 特别 那为啥不直接讲那套呢 就不觉得这套 我说一点我的感受 我是觉得这套段的选择有点问题 是吧 就是你 他本身他肯定好笑 但如果你是全场第一个奖 那就一点问题不错 但你是全场最后一个奖 就观众到最后就想听点 知心的话 你看广志那种 就 所以我就占这个 因为是第一个奖 第三个奖 你先把心给知出去了 哈哈哈哈 观众已经感受到知心了 来到别人吧 来到别人 他们都晋级的晋级 带定的带定 但是带定很痛苦 对 带定的人太强了 你没有资格 你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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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他痛苦而已 我们俩 然后 我们能感受 然后后面Rock和庞博 会有一个来 然后建国大概率会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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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表现好的话他会来 我 还不一定能来 哈哈哈哈 如果建国防卫好他就来了 建国表现好都不能直接晋级啊 你不知道王敏那个有多炸 不非出现 所有人铁书王敏 他唱摇滚 来 问你们觉得这桌上脱口秀实力最强的演员是谁 我就不参与吧 你参与吧 你参与吧 你参与又不止你多好 哈哈哈哈 因为你参与要止你 2 1 没有悬念吧 果然是一个被淘汰的现实 哈哈哈哈 一帮同情票啊 哈哈哈哈 那我这也就转回来吧 我也同情叫我 说我不参与就是怕你尴尬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已经猜到后面的结局是什么了 啊这个下面这个更残酷了 谁是本场表现最好的兔子鞋 来 3 2 1 哈哈 虽然可能有一些 啊 就是 对 尴尬的就是忽然 哈哈哈哈 你还就是这样的 哈哈 虽然我要分叉的话我也想举查广市 哈哈哈哈 所以广市真的太太牛了 嗯 这些人里谁看起来像是最早退出透明学行业的人 3 2 1 走 哎呦 你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你大和忽然谁跟你打过 哈哈 我应该比你快哈哈哈你比不够哈哈哈你你不会退出吧你只是不说的而已啊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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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在干啥我去接替老贺的位置好不好 哈哈哈不不不你就是会又去找一个正职的工作 然后人反的说着是这个意思 不能吧我不知道啊 那你还是会说的吧 但我我想下准就退出哈哈哈哈不想说了 说说说说说说我当然考虑考虑 说的我有点害怕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退出透明学行业的前提就是你们都不能退出 哈哈哈哈 谁是比赛心态最好的透明学生 321 一个作为被淘汰了两次的人 哈哈哈哈 你根本看不出来你说 就是一个离开了两次的认为 点火 哈哈 grab 我们进一块 уже 我觉得就是建国不在建国在他肯定是比赛心态最好的那个 呀也不好他我说我不好他 很好他不好他难受他还难受他 她好他好他特别我看 你和完这种人对比赛心态所以 没有 你以为没有想过我们聊比赛心态没有人知你这个事 这已经很说你的问题了 谁是在座演员稿子库存最多的人 太没有全面了 都没有来得及说 我们看到他在开放麦练说决赛的都练好了 太多套了 感觉好几套 太厉害了 最后一个问题 谁是最听不进去别人改搞意见的人 3 2 1 都是广志吗 我盲猜的是乌兰 我也觉得是广志 就广志上一次还是 对上次就不听了 不是上次 非要讲那个 是 就是国仔让他换结构 上回主要是国仔让我把它打碎重新写 那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离比赛还有两天 哈哈哈哈 已经打不出了 还以为是 打C可以 打C就又一天了 哈哈哈 然后呢 本场又请来了 效果文化的好朋友 大张伟大老师 大老师笑点非常奇怪 永远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然后我们的导演组也问了他一个很奇怪 很辛辣的问题 看看他会怎么回答 我觉得任何的选手都代替不了李丹 因为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然后你要代替的李丹不就是彩蛋 对不对 你不能彩他 然后呢 所以说我觉得 但是你们都有各自的光 我觉得今天尤其是那个谁 尤其是那个谁 你看我都忘了你是谁了 是谁啊 搞错了 再来 这里唯一看上去跟李丹一样能够那个独当独当 目前还能独当一面的是忽兰老师 那肯定是忽兰老师 跟李丹一样 俩人都开始都喜欢抖键板啊 然后 但是我觉得 嗨不管怎么着 能不能能不能代替李丹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于 就是能不能让观众觉得你真的很好笑 反正他们都挺好笑的 我 我觉得 不重要 哇 恭喜 不 曾经有望代替李丹的几个人 那真是 那真是 那是你 那是你 还好选的是你 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非常非常没有玩过的游戏啊 这个游戏的规则如下 每一位脱口演员头上都会贴上一个本场选手的名字 演员们看不见自己头上的标签 他需要通过向别的脱口演员提问来猜测 自己头上是谁 问题答案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最先猜出答案的演员就是游戏的胜利者 直到所有人猜出头上的名字游戏结束 好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 我感觉 我也觉得以我们的这个智商 好 来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位选手 那个家里加这个 有些 会分神 我觉得 我想出现不合十一的歌 你不觉得他俩 要参加一些红白是事 然后这个 我们给大家来一段白诗会吧 有段白诗会要参加 两位选手头上已经贴上了两位名字了 我猜我的是吧 你问问题 我问问题吗 就我俩比谁现在猜得出来吗 对 一人问一个 你先问一个 是或者否是吧 你不是很聪明的 聪明的小暖花 我认识周期末吗 否 我认识周期末吗 否 我认识周期末 有点太无聊了 我认识周期末 还有一个问一遍 是答案 哈哈哈 我 我认识周期末 想一招至胜 不只能这么问 是 我这是女的吗 不是 不是 突然还在想 大家 还挺好玩的 这个 我这个戴眼镜吗 不戴 我这是长路吧 不是 你俩要玩两天 这个人在我们这一组吗 不是游戏规则没听 没有别人当中 不是我们小组 我们那个小组 你们三个人小组 是是是吧 你看你就有一次机会了 是吧我这是杨梦恩 不是 怎么可能 就在我们六个人当中 然后我就不是女的 然后周琦我都问了 我这是何广阶 忽兰啊我这是 对啊 阿言谈对了 我原来对了 你是最后一个 原来是这种的呀 太难了 让那个雪晴玩雪晴和宝质 你俩玩一玩 雪晴和宝质玩一下 那从雪晴开始问 我这个戴眼镜吗 戴 我这个戴眼镜吗 戴 答案呼之一出啊 我是东北人吗 是 我这个是山东人吗 是 你就一次机会了 我是忽兰吗 哈哈 不是 不是 只有一个答案了 我成路 这是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就好看 这个好看 很快 你先问 是两个字吗 名字 不是 是 鸽子长得很高的吗 不是 哈哈哈哈 哎呦 喂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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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哈哈哈哈 这个是女生吗 是 是 是 哎呀哈哈哈哈 完了 我只有一次机会了 一招直递了 让人我大概知道 你先看逻辑 大概会知道的 是你 哎呀 你啥这是啊 哎呀 不是啊 哈哈哈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你看你问个子高不高 谁一直说不高不高 不是不是 不高 鸽子长得很高的吗 不是 哈哈哈哈 哎呦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啊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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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以为你是谦虚的人 哈哈 那我这个答案有了 对 你说吧 哈哈哈哈 所以你就是想偶尔几轮 就是想摘下来 哎 那是谁啊 原来我在心 但你心不弱 只是一个女生的样子 你不是谁是 我是李雪茜 李雪茜 啊 哎 这个游戏太好了 好 我们刚刚精彩的游戏环节 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 更加残酷的游戏环节 叫做答案之书 好 大家就可以向那本书来问答案 翻到一个答案就是这个 你想要获得的答案 好 好 我们有请答案之书的作者 作者 哈哈哈哈哈哈 来 你们谁谁先问 我们一人问个问题 可以任何问题 好 那不行 从忽兰开始 好 从忽兰开始了 嗯 啊 下一轮我会晋级吗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种问题 是是 我得求神啊 我得求神啊 答案之书看看告诉忽兰的答案是什么 好嘞 控制自己的情绪 哈哈哈哈 这个很准 是 谢谢了 我学会了 控制自己的情绪 好嘞 谢谢神明 嗯 厉害 我问吧 下一轮我会淘汰吗 好 啊 啊 不能永远一成不变 呦 该淘汰了 哈哈哈哈 丁老师晋级 哈哈 到我了是吧 嗯 我能进入总决赛吗 你觉得难为谁 不要刻意压抑 哈哈哈哈 好 那我还是有机会的 不要压抑啊 啊 我会成为有钱人吗 哦 很实败 很为你 会有些困难 哈哈哈哈 这么直接吗 哈哈 都不想解读 呃 我想问那个 广志 打车的钱什么时候能报呢 哈哈 何广志 打车的钱什么时候能报呢 答案之数 你师傅也不想回答 这种破答 很期待 保存 保存好发票 哈哈 对吧 对吧 希望有效 对吧 对吧 这个书很厉害 我想问 我什么时候能截胡 好 这个雪芹什么时候能结婚呢 三二一 学会认错 哈哈哈哈 回去给你老板认错 他一定听了你的段子 哈哈哈哈 自己来问 自己来翻 自己来问自己 自己的眉 自己导 自己的愿望 自己实现 好 我会和效果解约吗 哈哈哈哈 这个太期待 我允许你翻三次 翻他满意的答案 哈哈哈哈 我允许你翻破他 你祈求的一切顺利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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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波兰走了以后 我能签效果吗 哈哈哈哈 来看看 这个问题 会有一些困难 差不多得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觉得你会 每次你的答案 多这么直气 我会成为有钱人吗 会有一些困难 哈哈哈哈 波兰走了以后 我能签效果吗 差不多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违法 哈哈哈哈 忽兰走了之后 我能不能 在效果的位置往前一点 哈哈哈哈 往前一点 一直在找什么 一直在找什么 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可以 好 忽兰解约了之后 有没有可能签给我呢 哈哈 这是老板 可以可以可以 有点心疼 哈哈哈哈 心疼 别签了 算了吧 算了吧 心疼谁啊 哈哈哈哈 这本书就是不停地换人翻的一个游戏 好 就是旁边的人来问 隔壁的人来翻给答案 说我老板爱我 好 看下 写情的老板爱他吗 退后一厘米 哇 哈哈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寻找他爱我的证据 结果证据没找着呢 我老板给我骂一顿 他说我破壕工作天天鬼鬼祟祟 哈哈哈哈 距离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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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一 我想问一下就是 这一季 错过去大会播出之后 我的粉丝能不能涨到十万 我的微博粉丝能不能涨到十万啊 看看广致的 你会忘记他 哈哈哈哈 你会忘记 你会忘记有这样的问题 你会忘记对啊 我忘记 来呃这个周老板 我 我会活到八十岁吗 好 八十岁 看看有什么简单的答案 八十岁 朴素 你能活到八十岁 可以 穷到老活到老 朴素吗 要有钱就可能不行 我 还会有婚姻吗 哎呀 这个 这个我在洗洗手 你 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 哇 他感恩 越运气会变得越来越好 可以可以 这完全是看 你想不想 哈哈 我想问 来吧 我们 我妈是不是悄悄关注了我的微博 对 保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啥 你就不要 妈妈的保密做的太好了 我脱口秀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哎呀 这个 真是 必不可少 必不可少 哇 好 这个行业必不可少 好 可以 完了 解不了鱼啊 必不可少了 必不可少了 好 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大家都非常愿意玩的游戏叫做当然了啊这个 当然了 大家说一个东西大家那个当事人一定要接当然了 然后就可以了 对 我每人说一个吧 好 好 当一个人裤子着火了你会就在说什么 当然了 哈哈哈哈 没法再超越了 哈哈 我是不是没法再超越了 对啊 你得说当然了 哈哈哈哈 当然了 哈哈 比赛是不是有黑幕 当然了 哈哈 我们一起说了 当然了 当然了 好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导演之书我们回答的非常的开心啊 是时候也让大家下班了 那让我们和答案之书一起合影结束今天的脱口秀小会吧 哇 好 我们一起合影 三 二 一 好 那这个职场POA的事咱还聊吗 不聊了吧 可以聊 你 你会觉得有点 那个 因为他刚这个有点半真半假的 不太好聊 就是你和你老板 最后真没什么啊 最后是 但我觉得他 就是我这个稿子给他看了嘛 他说 不好笑 哈哈哈哈 然后他也给我发了一个文章 名字叫如何提高你的幽默迹象 哈哈哈哈 哇 我觉得你老板好 害羞的 他老板害羞的 他老板 老板好甜呢 感觉 有点害羞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俩人的事能往外说的 对心里特别开心在想 哦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啊 对啊 老板一定会守在那个节目前等着看这期 对对对 而且那个女孩雪芹上来特别丧 特别不开心 然后就感觉 你们都谁那么讨厌 我不想逗你们乐 我就是我生活就是这么倒霉怎么办啊 这样 所以就特别好笑 然后 这就是人类的残酷 以及他的好玩 实在太好玩了啊 他特别不开心 我实在太喜欢这种人了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舞台感 就特别好 我不知道 我可能是干长时 有点长看烦了所有人了 就是一看见这种 特别上来就是 我又要演出啊 你又要听我乐啊 然后就是那种特分 我好喜欢这种 然后他上来之后 就开始说一些很真实的事 我觉得那些事估计60%是真的啊 40%他自个儿就是加了一点点 他的语言方式 好 酷 喜欢 没有啥回应的 我觉得我老板对我不是PUA 就至少我今天讲这稿子 没有提出来他读PUA 我只显得说他 他脑子不太正常 反而你不觉得他 反而会觉得他还挺可爱的嘛 就老说一些非常不正常的话 那些话全都是他 真实地说出来过的 你怎么看待时间管理达人这个人设 是我的是吗 是我的人设是吗 对 是你的人设 难道是我吗 你有没有跟罗老师学习什么 就那个时间管理那个罗老师 罗老师太多了 是那个罗老师 我又想错了 我脑海里是罗真瑜老师 你比赛之前会想好自己的淘汰或者晋级感言吗 我想稿子的时间都没有我想这儿你有吗 我也不太有 对吧 基本上我就等着那个导师 复活的 对 我准备复活感言就行了 我一般 别人说你是中国脱口秀天花板 你怎么看 我从今天比赛的结果上来看 应该是地下室的天花板 就是大家都可以踩一踩的 其实大家不要害怕 真的来踩一踩 挺好的 挺非常平衡的人的一个天花板 讲脱口秀的风格特点受谁影响最大 我之前受路易CK国外一个演员影响最大 因为他的那个风格比较全面 什么都会一点 现在我是在尝试摆脱他 然后找到自己的风格 还在这个路上 我没看到你有路易CK的风格 但我觉得那个端子的质量是路易CK的 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劲了 你也没有看到我在台上那个感觉 讲的路易CK风格的段子 路易CK又是美国的脱口秀天花板 对 对 是 是 他那是真的天花板 如果拿不到冠军 可能是因为什么 冠军坐我旁边了吗 哎呀我这该打雷了 我这真的是承受不住了现在 你觉得死亡之组是真的死亡吗 你觉得真的死亡之组应该是什么组成 我觉得我们那组就是死亡之组了 在我那反正我是打 是完成了这个组的名字的意义的那个部分 反正我是死亡了 对 就错了个组反正 对 比赛里你会害怕碰到什么类型的演员 实话是说我是不害怕有什么特定风格的 因为我是觉得比如说那种特别炸特别能演的 我比他讲逻辑 就我讲逻辑 我上来讲道理大家觉得说这还讲理就这还行 这还讲理 就来了个讲理的 也爱听嘛 就不见到说打得过 但是就是说观众也能听得进去 就你不怕观众不接 然后如果是你碰到个讲理的 那我可以比他更讲理 就所以说我就还不怕这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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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